侯芳玉 芳以至二人 被安排在后客室等待 他们以为赵汉在讨论军事 毕竟就要御驾亲征了 哪只赵汉正在欣赏大白菜 陈希宋将两颗白菜放在桌上 叫楚过冬之后 外面的叶子已经枯黄发烂 他指着两颗大白菜说 陛下 这颗白菜来自北直立 种子是大同世子带来南边的 当地人为之包心白 这颗白菜来自江浙一带 当地人为之黄芽菜 赵汉疑惑道 北边还没有广种大白菜吗 陈希宋解释说 种了 但不包心 经不得几次霜就会烂掉 这种包心白大白菜 种出来产量高 而且更耐含许多 赵汉又指向来自江浙的黄芽菜 与这种白菜有何不同 陈希宋说道 黄芽菜的味道更好吃 但是包心白的产量更高 而且种植时不那么挑递 那就推广包心白 赵汉当即拍板决定 不那么挑递 产量还高 这是可以大规模推广的 至于口感更佳的黄芽菜 小规模种植即可 算作一种专攻有钱人的白菜 是 陈希宋拱手 赵汉高兴道 多备些种子 写一本种植小册子 我让户部发给各州县长官推广 便是小民之家 也要让他们冬季每天都能吃上白菜 对了 劝农所今后改为劝农馆 暂归青天院管辖 我给你一个博士头衔 你手下那些种地能手 可授予硕士与学士 给你三个硕士名额 十个学士名额 你自行分配吧 谢陛下 陈希宋喜道 汉林院与青天院 如今只有两个博士 一个是钱千亿 一个是萧时选 陈希宋这个种地的竟成了第三位博士 赵汉又说 这两颗白菜留下 拿去给玉厨烹饪 中国古代就有白菜 但属于小白菜 南方用来做梅干菜那种 古代称之为松菜 因为能过冬 有松树的品德 唐宋时期 松菜在北方与曼京 大头菜 原菜头 杂交 诞生了好几种新的松菜 其中一种叫做牛肚松 属于散叶白菜的始祖 到了元代改称为白菜 大概在几十年前 江浙地区出现包心白菜 叫做黄芽菜 口味绝佳 价格昂贵 种植照料也比较麻烦 就在近些年 北直立出现包心白 真正意义上的大白菜 但是 由于战乱原因 大白菜还局限于河北部分州县 一直无法向其他省份推广 自然也不能传到朝鲜 大宇宙国的泡菜暂时无法诞生 侯芳玉跟着芳以至近乌 两人拱手作一 拜见陛下 赵汉说道 坐吧 侯芳玉坐下之后 立即看到那两颗大白菜 想不看到都难 因为放在赵汉案头 就躺在他跟赵汉中间 见侯芳玉表情诧异 赵汉笑道 这种卷心白是好东西 便于种植 产量还高 而且 包得严严实实 立于轿藏过冬 只要推广开来 声斗小民在寒冬腊月 一可食的美味菜书 侯芳玉肃然起敬 连忙起身拱手 陛下心系万民 真人均也 赵汉白手道 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陛下 左梁玉麾下 各部将领极为复杂 侯芳玉直奔主提道 左梁玉拿捏不准该将哪边 除了代价而沽之外 更有可能是他无法约束不重 一些部将想要投靠北京 一些部将想要投靠南京 左梁玉无论投靠哪边 其部将必有人作乱 赵汉点头说 这我知道 赵汉这边不但知道 而且已经跟左梁玉的部将接触 山东的情况特别复杂 比如登来地区 就有一个小军阀叫黄飞 毛文龙被杀之后 黄龙接任东江镇总兵 而黄飞则是黄龙的外甥 继承了黄龙的士职和姓氏 黄飞担任登来总兵时 正好遇到达字截掠山东 被打的损兵折将 之后又遭遇山东曹明起义 在剿灭义军的过程中 实力稍微有所恢复 如今 黄飞名义上跟着左梁玉混 实际却独霸山东半岛 一旦左梁玉投靠满清 黄飞必然脱离其部 甚至黄飞已经跟赵汉的使者约好 到时候共同发兵夹击左梁玉 因为黄飞本就是辽东人 他跟达字有学海深仇 历史上 黄德公战死之后 大部分蜀江都降清了 唯独黄飞一直坚持抗清 在无法与正成功会师 南京小朝廷又投降的时候 黄飞依旧坚持抗清 还被江南各路义军推举为盟主 可惜 水战兵败 黄飞让妻子一家跳水自杀 随即自己也自杀 却被清军给捞起 清军问话 他不言语 清军劝详 他不答应 因此被砍断左手 他被押去南京 用右手指着红橙愁痛骂 结果右手也被砍断 他接着继续骂 舌头也被割掉 嘴里依旧呢哑不停 最终 被斩首牺牲 除了黄飞暗中投靠赵汉 马进忠也答应南投 马进忠最初是流寇 匪号混十万 四年前投降跟着左梁愈混 由于山东疫情太可怕 清军还没进入山东 就已经有上千人感染瘟疫 因此 清军和大同军 一南一北加着山东 谁都不愿真的出兵去打 就像两个壮汉 都想收拾一个若鸡 但这若鸡浑身沾屎 壮汉们哪敢去碰 别说去碰 甚至都不敢靠太近 北京的情况如何 赵汉问道 侯方欲说 满清入关之初 黄台极就勒令官民剃发 但被汉任文臣给劝住了 黄台极死后 多尔滚又下令剃发 虽然同样被拦住 却就此引发了党争 党争 赵汉忍俊不禁 侯方欲解释道 燕党于聂孙之谢 为了在满清获得重用 黄台极还没死的时候 他就主动剃发留了辫子 一些汉臣跟着学 与辽东汉臣结为辫党 并在征卫时倾向于豪格 多尔滚设政之后 这些人害怕多尔滚报复 再次请求颁布剃发令 以此显示自己对满清的忠心 不肯剃发的汉臣 则指斥这些人是豪格党 赵汉问道 燕党 东陵党的延续 侯方欲说 有一点燕党 东陵党的影子 但又不是全然如此 有些东陵出身的汉臣 也主动剃发流变 有些燕党出身的汉臣 则始终不肯剃发 说起来 不过谄媚争宠而已 不愿剃发者 同样是在争宠 他们劝多尔滚尊重汉人风俗 如此才能更顺利地夺取天下 多尔滚虽然更倾向于颁布剃发令 但却更信重不愿剃发的汉臣 范文成和红成仇呢 赵汉问道 侯方欲说 这两人都不愿卷入党争 一直保持置身世外的态度 特别是范文成 他被多多霸占了妻子 害怕遭到多多的报复 嗯 老婆被别人霸占 不但戴稳绿帽子 而且还怕情敌报复自己 更加忠心耿耿为大清效力 这汉奸当的牛逼 范文成是满清的头号文臣 多多则是多尔滚的亲兄弟 一个满清王爷 去抢头号汉臣的老婆 属实离谱到了极点 满清内部处理的也很离谱 趁机剥夺多多十五个牛路 罚银一千两 至于被抢走的老婆 不用还给范文成 抢了就抢了败 头号文成说穿了还是包衣奴才 果然 范文成更加谨慎 对大清更加忠心 赵汉问道 那些文官 就死心塌地跟着满清 侯芳玉说道 道也不是 许多人都想南下 但又迟疑着没有离开 有些人舍不得官位 毕竟南下之后 在陛下手里不一定当官 也有些人不敢走 一路兵荒马乱的 沿途还有瘟疫 怕是走到半路就要家破人亡 其实 侯芳玉的信息已经滞后 北京的文官党争又有新结果 辫子党的党魁孙之蟹 跑去多尔滚那里进言 说不愿剃发流变的汉陈 都是心向南京的 是南京买通的奸戏 就算不是奸戏 也是手鼠两端之背 打起来随时有可能投敌 这番话传出去 被迫做了铁杆汉奸的红成仇 主动把自己的头发给剃掉 一些胆小怕死的官员 也把头发给剃掉 导致剃发的越来越多 最后多尔滚也怀疑起来 大家都已经剃发 剩下那些不剃发的 是不是真想投靠南京 于是 北京的文官 全部剃发留辫子 也有几个带着家人逃跑 被满清骑兵给追上 全家被当成奸细杀掉 还有少数在北京梅安家的 潜逃静庙关当中 出家当了和尚道士 此时此刻 北京文官 易水尔的金钱鼠尾 他们似乎也觉得辫子很丑 不能只是自己丑 要丑大家一起丑 因此联合上书 要求北京外城百姓 必须全部把头发剃掉 侯方玉又说 陛下 河南虽被满清占据 但许多士绅依旧心向南方 只要陛下出兵 河南必定义军四起 帮着陛下一起杀达子 很好 你也随军出征吧 很快就要去打你的老家归得府 赵汉笑着说 侯方玉说道 陛下 只要大同军进兵归得府 晚生愿意遣回老家招募一兵返清 明天三更 今天没了